大卫贝克汉的大儿子布鲁克林 与豪门千金尼可拉·佩尔茨 结婚已经三个多月了 贝克汉家在英国的身价很高 被当作名门捧着 然而在美国顶级富豪妻子的家里 他却得不到这般待遇 甚至改姓变成了坠婿 前几天 妻子尼可拉在采访中透露出 对公婆大卫贝克汉和维多利亚的不满 布鲁克林却反过来给岳父陪笑脸 网友们看到这么努力讨好岳父 都哭笑不得的吐槽 大卫贝克汉同时好大儿 佩尔茨家多了个儿子 那么曾经的大少爷布鲁克林 真诚坠婿了吗 这里是Bukita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布鲁克林贝克汉的故事 布鲁克林贝克汉 1999年3月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 是著名足球运动员 大卫贝克汉的大儿子 布鲁克林的妻子 尼克拉·佩尔茨的父亲 纳尔逊是美国亿万富豪 纳尔逊本身出身纽约布鲁克林区的 犹太富人家庭 拥有近17亿美元的商业帝国 所以尼克拉虽然是出演过 贝茨旅馆和变形金刚的女演员 但这对于她来说只是玩玩票 准确地说 尼克拉是一个富三代 佩尔茨家族手里掌握着数个著名企业 资产是贝克汉家的三到四倍 尼克拉的父母住在佛罗里达第二昂贵的庄园里 庄园面积43000平方英尺 价值4800万美元 所以布鲁克林和尼克拉结婚 也被吐槽是高攀女房家 佩尔茨家族庞大且有深远的历史 可以想象 佩尔茨家族眼里 贝克汉和维多利亚 就像靠体育娱乐圈罚家的爆发户 不算非常巧得上 在婚礼这件事上 就能看出贝克汉家没啥话语权 婚礼是按照佩尔茨家族要求搞的 犹太教流程 布鲁克林为了和千金大小姐顺利结婚 还改了姓氏 冠上妻子的姓氏 变成了布鲁克林·佩尔茨贝克汉 平时发INCE也是各种炫妻宠妻 就连尼克拉被邀请拍摄杂志封面 并接受采访 布鲁克林也在INCE上激情转发 给妻子应援 然而妻子在采访中说的话 让人不禁感叹一句 有钱人的姐姐就是硬气 尼克拉分享了一些婚后生活的感悟 然后突然提起了布鲁克林失败的职业道路 他表示 作为贝克汉家长子的布鲁克林 过去的人生一直在讨好某些人 为了某些人尝试各种职业 他举例说布鲁克林加入阿森纳青年队踢球 但16岁就因为并不优秀被淘汰 还比如布鲁克林有段时间转行去做了摄影师 但成就不高 他自己也不快乐 接下来妮可拉画风一转 说起丈夫现在的生活 他表示布鲁克林现在天天呆在厨房里研究厨艺 对料理非常感兴趣 这让他找回了人生的意义 而他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不久前刚刚完婚的贝克汉大儿子布鲁克林 晒出了自己的婚后生活 由于婚前妻子尼克拉是明确表示过自己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的 再加上布鲁克林自己本身就喜欢烹饪 所以婚后的生活 两人的一日三餐由布鲁克林全包了 其实并不是尼克拉不做 作为一名富家千金 尼克拉从小就几乎没接触过这些事 所以当初他与布鲁克林谈恋爱的时候 布鲁克林热爱烹饪这事就帮助他加分不少 并且之后布鲁克林自己还开通了一个烹饪的节目 除此之外布鲁克林还常常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做的美食照片 而布鲁克林的烹饪中尤其偏爱日料 也许是他认为比较健康并且原汁原味的缘故吧 而从布鲁克林晒出的照片也能看出来他使用筷子轻车架熟 尼克拉说疫情期间是他一直鼓励尝试做饭的布鲁克林制作美食视频 布鲁克林还打电话给岳父请教创业和投资问题 对此尼克拉表示我喜欢看他向我父亲学习 尼克拉这段话不仔细看没啥事 但是了解贝克汉家的人就会觉得有点深意 他说布鲁克林两次为了讨好某些人 做出的不成功的职业尝试分别是足球和摄影 这恰恰是布鲁克林的父母大卫贝克汉和维多利亚最擅长的事 所以某些人很可能指的就是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反观提到布鲁克林的新职业尼克拉大赞了自己的父亲 这情绪对比可真是太明显了 要不是和宣版应的尼克拉结婚 惯了普通家庭的女孩恐怕根本不敢这么讽刺贝克汉夫妇吧 布鲁克林现在的确不需要看父母的脸色生活了 不过他讨好的对象变成了岳父 纳尔逊 布鲁克林自从结婚起就不掩饰自己对岳父的讨好 各种甜言蜜语进行陪伴简直就和亲生儿子一样亲密 尼克拉曾经秀过一段视频 父亲搂着女婿布鲁克林擒了他的头发 尼克拉说这是父亲给布鲁克林的晚安文 这么看布鲁克林的确把岳父红得挺好 不久前的父亲节 布鲁克林也及时赶到给老岳父送祝福 他在inst上发了两人的合照 还配文表忠心 祝世界上最好的岳父父亲节快乐 感谢你养大了世界上最棒的女儿 么么哒 我保证对他的爱致死不渝 比心 相比起来 他给自己的爸爸大卫贝克汉的配文就朴素了很多 只有简单的一句 最棒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爱你 除了竭尽全力讨好岳父外 布鲁克林的日常生活也在努力融入佩尔茨家族 尼克拉的父亲总共有过三任妻子 十个孩子 其中第一任生了两个孩子 情况不明 第三任妻子是一名千世上模特 今年67岁 育有八个孩子 也就是布鲁克林的岳母 她是这个家里的珍贵妇 经常带着比鸽子弹还大的珠宝 若无其事的出现 尼克拉和他的二哥威尔是演员 三哥布拉德是冰球运动员 大哥现在逐渐掌管家业 已经有15亿美元的资产 尼克拉唯一的姐姐是家里的老三 还有个不到30岁的四哥 两人都已经是成功的商人 全家最小的是只有17岁的双胞胎兄弟 现在还在上学 此前 尼克拉的父亲纳尔逊还迎来了80大寿 平时四散在全球的孩子特地赶来为老父亲祝寿 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佩尔茨家的上门女婿 布鲁克林 在尼克拉的照片中 布鲁克林和老爷子的儿子们一起穿上了庆生T恤 上面印着老爷子年轻时候的帅气写真 袖子上写着80 看地点应该是在老爷子的豪宅里 家里的男孩站成一排 而布鲁克林站在老爷子的小儿子身边 布鲁克林在ins上发了和岳父的合照 写道祝你80岁生日快乐 我希望你拥有最快乐的一天 爱你 两人亲密的样子已经完全像一对父子了 事实上因为其他几个孩子太低调 或干脆没有ins 布鲁克林是少数发了好几张祝寿照片的 非常积极 老爷子也是心情很好 又是抽雪茄 又是开高尔夫球车 自己也穿上了孩子们做的庆生T恤 除了花园派对 80大寿的生日宴也少不了 孩子们给老爷子买了蛋糕 八个子女全部到齐 贵妇女主人站在老爷子的身后 人太多 这时镜头都塞不下了 所以布鲁克林在妻子身后的夹缝中生存 大家都在抢着沾老爷子的福气 比起一些浮夸的富豪生日 佩尔茨的家庭氛围还是挺温馨的 不过除了布鲁克林 老爷子的其他儿媳女婿 并没有出现在镜头中 尼克拉的姐姐布里特尼已经结婚 但是她的丈夫不太出现在家族聚会中 她是某企业的董事长 这次来给老爸祝寿的布鲁特尼 刚生完第四胎 带着娃一起回娘家 但身边却没有老公的踪影 尼克拉姐夫的缺席 也显得布鲁克林在一群亲生子女中格外明显 聚会的照片中 布鲁克林还和妻子的三哥和二哥合照 这两位平时和布鲁克林玩的都不错 二哥在尼克拉婚礼时还发了三个人的照片 冰球运动员三哥的硬斯里 布鲁克林的出镜率也很高 在尼克拉结婚前 他就发出和弟弟妹妹以及布鲁克林的合照 配文一家人 三哥从两人谈恋爱时就一直关注着妹妹和妹夫的动向 经常冲在克西匹第一线 在尼克拉不在的时候 布鲁克林也被三哥拉着和小弟一起玩 小儿子毕业的时候 布鲁克林也跟着全家的男孩子一起去庆祝 当时他和尼克拉还没有结婚 但是大家庭似乎已经接纳了他 其实说布鲁克林高攀也只是开玩笑 照片中也看得出布鲁克林和尼克拉的恩爱 佩尔茨家的气氛很好 家人们互相庆祝生日 一起聚会玩耍 再加上佩尔茨家平时比较低调 没有那么多狗仔围追杜结 对于出生开始就在聚光灯下的布鲁克林来说 和这样一群娘家亲戚生活在一起 应该挺快乐的 布鲁克林能够赢取千金大小姐 融入佩尔茨家族是一种本事 也是幸运 据悉两人的婚礼耗费300万英镑 并连开三天 可以说是相当奢侈豪华 这是源于双方在金钱上都很有实力 贝克汉夫妇的总身家被报在4.91美元左右 而女方家族资产则高达17亿美元 最关键的是 尼克拉是家里仅有的两个女儿之一 以后可是要继承巨额的财产的 所以说这次布鲁克林娶媳妇 那可是高攀了 只不过作为富二代布鲁克林和尼克拉 自己兜里有多少钱才是最关键的 孩子如果不成器的话 家里有金山银山迟早也会败光的 只不过估计大家也想不到 布鲁克林和尼克拉本身都挺有钱的 先说布鲁克林 据媒体估算 他个人的总身家在1000万美元左右 而这1000万美金 主要构成就是贝克汉夫妇送给他的这栋婚房了 据悉这套房子是两人恋爱的时候 贝克汉夫妇送给儿子的 而且房子也是落到了儿子的名下 光是这套房子就足以让布鲁克林 积身富豪的行业了 除此之外 布鲁克林当过模特 学过摄影 还出过书 虽然每个领域都表现得很一般 但毕竟能靠着父母的光环 所以说多多少少也是赚了些钱的 媒体预测 南方手里起码也有100万美金以上的存款 而女方妮可拉娜可是相当厉害了 她自己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演员 出演过好莱坞大片 变形金刚第四部和第五部 片酬不低 再加上家族的赠予 总资产高达5000万美金以上 可以说是完胜布鲁克林 由于名人的离婚率太高 所以在结婚之前 两人也是进行了财产公证 对自己的财富进行了有利的保全 不管怎么说 婚姻这事儿 酸甜苦辣 只有菊中人才知其中滋味 祝福布鲁克林贝克汉 可以拥有幸福的婚姻 同时也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 毕竟自食其力很重要 这里是BOOGIE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谢谢观看